《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老公 你跟他參與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上委會的立場 首先我作為上委會成員 對於康顯明先生 在我們出了報告之後 他幾年的回憶 我引述他 無絕方 無隱瞞 無資理 與貪治無關 我覺得這一副 是眾人皆定 他服罪的 這一個我覺得 是完全不接受的 也是罪假日假的 我自己都曾經想過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你有子女或親友將會來講 而他們又出現發燒 吸手 同共感情狀 請你願意他們延遲來講 並在當地執念 以保障自己和其他會合的健康 官場的文化呢 一聲 將大武、洪、清國 各位先生 他第三次 講打人的 在一個理想 不可以自信 不可以公平 報告同事做事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康顯明 這種不知自省的態度 會不會就是 想歡迎一些 適守什麼 來致這種人事的作用 請警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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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呢 這一種 內地的官場文化 大家都聽到 換一個法委書記 噗幾誇人 打車到直到 請警察要秘使 找到車身的環境 請大家支持順判 我請求民仔 你請客欲 他請客欲 我們請到報告 常人在你喝 我請客欲 請客欲 返回明時 我們的報告在八十四段也講了 就是實在任連政專員湯啟明先生 在投訴、毀實及離港外港方面的行為 如今有約多年署人員先作陪伐他 才會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見到剛才我講的好像牛納士大 那行兵先生說我們專員先做 那就準備了 那我講笑 如果他只能買個合作 所以我們才有提過 就是說你內部的監控和制限是要提升 而八百六先生也都很快會影響 比如說現在說如果他花錢去做餐飲 是超過了那個連署的常規的 他得到行動主席的同意 那這個起碼是內部的制限 而我們今次對於 例如穆菲文女士 或者陳勝柱的主管 我們沒有點名批評 就因為我們上委會一席以來的拿捏 都是我們看看那些錢 是由哪個管制人員去管制的 到現在呢這個當然是辯正尊全 當時呢就是湯喜文 那但是我們不去點他們的名字呢 不是表示連續 所以四八百六先生現在做這個調查 是不可以作代步的主管 那麼 好 確實呢就有很多知識 不是湯喜文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的 例如是去排隊買曲奇餅 我聽說要排隊很久才能買得到這麼多 這個不是他自己去買 是有廉政公署裏面的人員 是被猜獻去做這件事的 而我們立法會在財政 所以我問的時候呢 就也都看到他是多番 將這些禮物啊 手信啊那些數字 搬來搬去 那麼我們都相信這個 不是湯喜文自己一個人做到 所以那個專家調查委員會呢 就其中一個範圍呢 就是看一下 這個專員這個連續公主 他在向議會提供數據資料的時候 有什麼人是欺瞞或者是搬送 那麼這個呢 就很可能是其他奉妙的事情了 那麼我們也是 我自己呢 也都會希望看到 究竟在公署裏面 有沒有內部制衡的機制呢 其實我相信裡面有很多人 是感怒不感言 可能矮不過眼 又或者說了出來 都是沒有什麼辦法 不得要領 因為專員有至高無上的著情權 那麼我們呢 就是希望在這個專家調查委員會裏面 也都跟聯署見了現身 看看這個內部制衡的機制 是有哪些不足夠的地方 是應該改進的 好了 郭君 我覺得呢 就證政公署作為政府主要的一個部門 是負責任其他部門 以及公共的機構 以至大企業呢 是建議怎樣可以防撻 怎樣可以在一個內部的機制裏 做得好些 那麼沒有理由自己的內部來講呢 就是沒有一個內訪和親權制衡的機制 最大的問題就是湯喜明 他是主要的管制人員 包括用錢 那多年 那他大肯一批 哪有這樣反對他呢 但是如果沒有 如果我們大肯一批 我們的內部會議會議會抗議 是不給他走的 因為港元已經逐步逐步 比我托平更高 連政公署一定是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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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那這些人來講呢 他已經明明發佈 他已經是嚴重混反了 販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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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他已經明明發佈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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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手掌呢 都是控制了那邊的 所謂控制了那邊的 其實他是最後一個 最高的大人 那第二呢 就說廉政公主是合約的 兩年半就有屬一個合約 OK 同一官公報是不一樣的 我只是說你做錯事 我直直直飛 你炒我就不好了 開國呢 開不了 廉政公主呢 可以兩年半不同地做藥 我不是說幫同事說好說話 第三呢 我們都要接受中國的文化 是信復文化 是不教挑戰權威的文化 不只是廉政公主 很多政府部門 甚至是人機構 都很少人都敢挑戰老闆 老闆說這樣就這樣 你敢不敢反方呢 當然不是絕對沒有 我想是結少數 那如果是單靠廉政公主裡面的人員 去挑戰那個權威呢 我想是不足夠 反而重要呢 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這個商務委員會呢 那個建議 還有現在 台灣六中央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是不足夠 你光是靠內部的監管是不足夠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多一些外面的外面的版本 包括這個OB Commission這個商務委員會 我曾經建議過的 哪個政府部門 如果出事的話呢 商務委員會多些去搜查它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機制的話呢 如果那個商務委員會不夠人手 你問一個問題呢 但基本上做到呢 就是哪個有問題可以查你多些 那就會將這個機會減少了 因為沒有人夠膽 明知會被人查出來 都夠膽這樣做的嘛 那所以呢 我想要商務委員會 除了是自己內部要做得完善之外呢 更加重要是多些的外面的監管 這個OB Commission是幾多一樣的 好 麻煩你了 那我們又休息了 等一下先 第三個環節繼續討論的 當然我們這個環節也沒有什麼 所謂的交鋒 和這種男生混 Network 我們就可以做到事 嘿咱們想幹什麼 這一塊彈以為我們心情說 我們會現在可以尋覓 我們上 всего走開 就原來好的 如果我們這樣幫助我 我們要케